面對玻璃師大人詢問 男子支支吾吾 謊稱自己剪刀 手提袋 從車廂拿出來後 袁錦一眼認出 這就是他們貨報遭竊的包包 一行人馬上反駁他的說法 跟怒斥從高雄岡山到鳳山 行經了多少派出所 怎不見他主動佼佼 此話一出 男子白口莫辯 日前一名銷信婦人騎車外出倒垃圾時 隨手把手提袋掛在手把上頭 沒想到事後竟發現袋子不翼而非 緊急報警處理 調查過程遠景得知婦人女兒使用同款手機 立即要求提供家人共享定位 以便尋找 徐縣鎖定該名理性男子涉嫌重大 予以攔查 當場起貨張物 全案一切刀罪嫌逮捕偵辦 三小時左右就順利將切刀嫌犯逮捕歸案 現今科技發達 翻錯過必留下痕跡 因此千萬別存著僥倖心心態 以神釋法 華人新聞人玩徐靜一 高雄報導